用爱创造新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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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老师好 好 大家好 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学院的同学 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 佛法盖要第五章 初期大圣佛教 视频是五十七五十八 图表是三十 课本繁体版在三三九页 简体版在一百七十四页 我们前面为大家解说 佛式的原始佛教 佛涅槃之后的布派佛教 现在要为大家解说的是第三期 大圣佛教 那大圣佛教呢 也可以分为初期大圣 后期大圣 秘密大圣 那在三期的佛教当中 原始佛教跟布派佛教 也可以称为深吻的佛教 二圣的佛教 所以在佛典当中 就有二圣大圣的差别 二圣是指 身吻跟原觉 或是独觉 跟大圣 三者 三者呢 合称为三圣 身吻原觉菩萨就是三圣 加上人天就是五圣 五圣有修五圣共法 三圣有修三圣共法 大圣叫做不共法 不共于人天 不共于二圣 四圣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主题 就是大圣佛法 或是大圣 大圣小圣 这个圣呢是交通工具的意思 二圣小圣是小的交通工具 也就是从此案到彼岸 交通工具是小的 自己解脱为主 那大圣呢就是大的交通工具 小圣 小圣 譬如像 你骑一部脚踏车 独木舟 从生死此案到达涅槃的彼岸 大圣呢 就好像 一部大的公车 一部大船 一部大的飞机 从此案到彼岸 除了自己解脱 也令无量的众生而解脱 那在佛地址当中呢 有不同的根性 有生文根性 有独觉根性 有大圣的根性 我们伟大的佛陀 就是大圣的根性 佛说法的本怀 我在想 应该不是自立为主 而是立他为上 所以 在佛式的时候 跟部派佛教 是以生文的生文圣为主 也把它称作解脱道 大圣呢 把它称作菩萨道 所以也可以分成这二道 自立为主的解脱道 立他为上的菩萨道 菩萨道呢 它有三个特点 具备这三个特点 就叫菩萨道 菩提心相应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那菩萨道呢 它的目标是正无上佛果 修广大的慈悲行 祝菩萨道 的性空正见 菩萨道 具备菩提心相应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这个叫菩萨道 也可以称作 大圣 那大圣佛法呢 它跟二圣佛法 有许多的不同 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 先跟大家介绍 几个差别 第一个呢 是修行的时间的不同 声闻 的圣者 修行呢 最快解脱三生 最慢六十解 这个三生 叫做总熟脱 下总成熟解脱 最快三生 最慢六十解 圆觉 修行解脱 最快四生 最慢百解 大圣菩萨修行的时间 我们一般说 三大阿生其解 也有一个七大阿生其解的说法 大制度论说 无量阿生其解 无量阿生其解 主要的是要去利益 无量的众生 无量苦难的众生 所以大圣佛法 他的修行时间 是比较长的 如果以利盾根来做比喻 盾根的 才想快速的解脱 利根的才能够在长时间 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 第二个呢 大圣跟二圣的差别 是对烦恼的看法不同 声闻 对烦恼呢 看作冤底 他是断烦恼 正解脱 喝者烦恼 但是 大圣菩萨呢 他要流祸润身 不断烦恼 不振涅盘 那当然出众的烦恼 他是辅助的 那对于烦恼 声闻是断烦恼 为什么大圣 他能够不断烦恼 因为他有大慈悲心 为了广力众生 而且 菩萨有圣身的智慧 烦恼可以批育成 小偷或是强盗 菩萨呢 他抓住 小偷跟强盗 之后呢 不杀 不断烦恼 为什么不杀呢 要让小偷跟强盗 扶牢 也就是流祸 才能够在 长时间在 世间去利益众生 所以 烦恼 在大圣佛典 有他的意义 另外 对烦恼的看法呢 最终 当然 菩萨呢 也如声闻一样 断烦恼 而且菩萨禁断习气 烦恼呢 叫做染污无知 习气呢 叫做不染污无知 这是对烦恼 大圣跟二圣看法的不同 那第三个呢 是对涅槃 看法不一样 声闻行者呢 他是断烦恼 正涅槃 正涅槃之后不受厚有 大圣佛典 里面常常看到 生死及涅槃 二地并观 而且不正涅槃 为什么不正涅槃 因为要广力 苦难的众生 第四个是观空的不同 身闻行者 的观空 如果以阿含经的空呢 是无我无我所 初期大圣的观空 着重在本性空 着重在自信空 那身为行者的观空呢 主要是观我空为主 断除对于五蕴的执着 我们说观空 空 简要的说两类 内而无印身心的我空 无印身心以外的法空 大圣菩萨呢 他是广观一切成差的法空为主 除了观空不一样 身闻行者呢 是观空 正空 正涅槃 大圣菩萨呢 是学空不正 也就是他观空的时候 不正入涅槃 观空而不正空 大家可能会觉得疑惑 他观空为什么能不正空 不正涅槃呢 大致论叫悲空相应 他在观空的时候 他还有度化众生的大悲心 所以叫做学空不正 此外呢 大圣的观法当中 他有一个特别的观法 跟二圣也不一样的 这个叫做 恶地并观 空有不恶 恶地并观是什么呢 就是 世俗地跟胜利地的 两个并观 比如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烦恼即菩提 生灭即是不生不灭 生死即涅槃 恶地并观 空有不恶 空有不相爱 烦恼即菩提 烦恼是有 菩提是空 烦恼即菩提呢 他能够恶地并观 摄即是空 摄是有为 摄是有 摄即是空呢 站在圣意的 一切诸法必尽空 所以菩萨 所以菩萨 他能够恶地并观 他能够空有不恶 如果以 恶圣跟大圣 我们 可以看到 菩萨 菩萨的伟大 发广大的 誓愿 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无上的佛道誓愿成 在因地的发愿 就是广大的 乃至于在大自多人里面提到 初发心菩萨 胜过漏进阿若翰 不过 这个只有一个圣而已 其他都是 输给阿若翰的 那这个也是特别的 赞叹 发心的菩萨 发广大心 修广大的慈悲行 成就无上的佛道 那这是大圣跟二圣 差别的地方 大圣跟二圣 有时候呢 彼此之间呢 也会 有互相彼此 过激的言论 所谓过激的言论呢 站在自己的立场 有时候 产生这些过激的言论 比如 大圣 会去批评小圣 交雅败种 小圣会批评大圣 大圣非佛说 等等 我想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那因为根性的不同 修行的不同 修行的不同 正果的不同 所以呢 也产生 有二圣的行者 有大圣的行者 有解脱道 有菩萨道 那归结 那归结前面的 大圣跟二圣的修行者的不同呢 可以归结成三个 发心 修行 正果的不同 发心 二圣 发出离心 大圣 发菩提心 这是第一个发心的不同 第二个修行的不同 二圣 修三学 八正道 三七道品 大圣修六度四色万恨 这是修行的不同 正果 二圣正涅槃 大圣正无上的佛果 好 这个是大圣跟二圣 解脱道跟菩萨道 它的一个差别所在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之前呢 所说明的主要是以 原始佛教跟布派佛教为主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大圣佛教 那大圣思想的启发 为什么有这个大圣思想的启发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从佛的三德二利 佛有智德 断德恩德 佛有智利跟利他 另外呢 释迦摩尼佛在过去生当中 广修菩萨行 大圣思想的启发 也可以说 建贤施起 有为者亦弱是 建贤 建到释迦摩尼佛的三德二利 建到释迦摩尼佛的升官广行 A字双运 那我们建贤施起 所以大圣的起源跟开展 第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释迦摩尼佛 那如果我们从历史去看 大圣佛法的 他的主要宗旨 在利他当中完成智利 自卫解脱 先利他的这个菩萨行呢 其实就从 我们的释迦摩尼佛的教主 呈显出来 那佛式呢 说到了两位菩萨 一个就是释迦菩萨 第二个呢就是弥勒菩萨 在佛式的时候弥勒菩萨呢 来见佛 他虽然受这个升文戒 但是他以不断烦恼 不修禅定为义 所以佛式呢 两位菩萨 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 另外在佛式呢 也有菩萨的根性 譬如佛罗那尊者 他要去鞭地弘法 佛告诉他 鞭地的人 非常凶悍 没有学习佛法 他可能会骂你 他说没关系 他没有打我就好 那佛说如果打你呢 这个没有打死就好 如果把你打死呢 打死呢也就成就佛道 成就这样的一个 立他的这种菩萨道 所以在佛式的时候 就有这样菩萨的根性 除了佛罗那尊者 说法第一 还有哪一些是菩萨根性呢 像佳瞻眼尊者 议论第一 舍利佛 穆建连 这一些都是 还有谁 还有像阿难 布派佛教也有菩萨根性 比如说 室友 论师 邪尊者 乃至于到 这个 马明菩萨 乃至于一些在家菩萨 都有这样的一个大圣的根性 大圣佛法呢 他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是修南行道的大圣 第二个是修 異行道的大圣 所以大圣可以分为 南行道跟異行道 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 那有生至大行的大圣 还有方便異行的大圣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解说的 我们先从佛教的分歧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前面 之前讲的佛法的内容 从原始佛教 佛式进入布派佛教 现在要进入大圣佛教 所以这个分歧呢 它的次第呢 这里有一个分歧 那这里呢 也有一个分歧 有两系 三系的分歧 那这边也有一个分歧 那第四个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大圣思想的流出 它流出的布派 区域 内容 还有时间 它的主因 那大圣佛法 它的 生起起 起源 有几个因素 由于佛涅槃后 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 这个是主因 那其他呢 还有提到了几个部分呢 比如说 布派 里面的 一说布 金亮布 说假布 等等 它蕴藏了大圣的思想 那在 大圣的根性当中 可以分成三大类 信愿 慈悲 跟智慧 这三个合起来呢 是叫做 学佛山药 但是 跟信呢 或有偏重的不同 或有偏重 信愿 偏重智慧 偏重慈悲 那大圣的修行者 有这三类 有一类是 大圣特有跟独有 重慈悲的 那 那 这个重慈悲呢 是大圣的一个特色 菩萨 但从大悲生 不从于畜生 在大使多论里面 这么说 那在这边 大家可以 看到 佛弟子的根性呢 从阿含经以来 分为两类 这些 也就是 性真上 的 随性行 的性行人 还有法行人 一个是 顿根的性行人 还有利根的法行人 一直到部派 大圣 都有这两类行人 大圣多一类 就是 悲真上的 慈悲真上的 所以大圣独有的悲真上 慈悲真上 广力众生的 这样的修行者 是大圣的一个特色 那 那 刚才提到说 大圣佛教的 行程 升起 起源 它的因素呢 佛呢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这边呢 我们一些附带的因素 也会跟大家做说明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 这个大圣佛法 之前呢 它跟二圣佛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看佛教的分歧 好 那我们学习佛法呢 可以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从 佛教史 佛教的历史 佛式 原始佛教 布派佛教 进入大圣佛教 初期大圣 后期大圣 秘密大圣 这个叫佛教史 第二个呢 叫教理教义 不同的 时期 教理教义 有所不同 那我们如果把佛教呢 分起 分为 升文佛教 跟大圣佛教 升文佛教呢 分成两大类 原始佛教 布派佛教 那原始佛教呢 我们也可以 约列的 就是佛事的时候 佛在世的时候 那第二个呢 就进入到 布派佛教 布派佛教呢 他就 对佛的教说呢 加于编辑 那这起佛教呢 他的思想 非常的多元 这个还是属于 升文佛教 所谓升文呢 就是听佛的音声 的佛弟子 大圣佛教呢 就是他的 行解 从发心 修行 那以立他为主 那大圣佛教呢 又分为 显教的大圣佛教 还有秘密大圣佛教 分起 第一个呢分成四起 在第三起呢 大圣佛教又分为 初起大圣 跟后起大圣 为什么要分成 这两类呢 他主要是他的思想 初起大圣佛法呢 主要他的思想 他是 中观 信空为民 一切法必尽空 这样的一个思想 后起大圣呢 可以分成两个 主要的是 虚妄为是 跟真常为心 那这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 大圣三系 所以大圣佛教 分成两起 分成三系 这三系呢 也可以分为 空有二中 信空为民 是空中 虚妄为是 真常为心呢 他是有中 这 三起的佛教呢 主要 这三起的佛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